教宗方济各6月18日清晨 在圣马尔大之家主持当日弥撒 他在弥撒讲道中指出 爱我们的仇人很困难 但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做的 宽恕我们的仇人 最起码的就是为他们祈祷 祈求上主改变他们的心 教宗方济各在弥撒讲道中提问 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仇人呢 爱仇人似乎是件很难做到的事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仇人 有时我们也能成为他人的仇人 我们不爱他们 耶稣却对我们说 我们当爱我们的仇人 这不容易做到 我们认为耶稣要求的太过分了 让引修院的修女们去做这件事吧 他们是圣女 让那些有圣德的人去做吧 我们普通人做不到 耶稣说不我们必须做到 否则我们就如同税吏 外邦人而不是基督徒 如何爱我们的仇人呢 叫做说祈祷 这是耶稣劝勉我们的 当为我们的仇人祈祷 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 我们要祈祷 让上主改变他们的心 因着宽恕爱仇人 我们成了贫穷的 爱使我们一穷二白 但这个贫穷是结出硕果和爱他人的种子 就如耶稣的贫穷 为我们每个人成了救赎的恩典 成为富有的一样 天赋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让我们相似祂的子耶稣基督 祂屈尊救悲成为贫穷的 会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 而成为富有的